说起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朝代,唐朝可以说的每个人都知道的,当时的唐朝在各个方面,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,许多国家的使者都来到这里学习和交流,于是留下了很多奇闻意识。 今天我们就说一说,在唐高宗理智当上皇帝后发生的一件趣事,唐高宗时期,唐朝正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,很多周围的国家都想和唐朝搞好关系,这其中就包括我们的邻国日本,也是曾经记载过这样的一件事。 在唐高宗成为了唐朝的皇帝后,一位日本的使者受天皇所托,来到长安拜访唐太宗,当他知道唐太宗已经驾崩后,心里就非常的担心自己,国家和唐朝的关系会受影响。 在听说唐高宗还很年轻后,就想了一个办法来讨好唐高宗,他不仅带来了很多唐朝没有的宝贝,还送给唐高宗两个日本的绝色少女,希望他能接受来自日本的好意。 这个日本使者确实是有眼光的,他选的这两个美女让唐高宗很满意,当然唐高宗也知道日本使者的意思,于是对他说两国的关系是不会受到影响的,还为日本使者安排了一个文化交流的地方。 那两个日本女子很快就被唐高宗宠信了,但是第二天唐高宗刚醒了过来,就被这两个日本女子喝了一跳,喊紧命人把她们都关进笼子里。 日本使者听到这个消息后,非常的害怕,以为这两个日本女子在什么地方做了错失,得罪了唐高宗,于是赶紧跑来给唐高宗陪胡誓。 当他问这两个女子犯了什么罪时,唐高宗苦笑一下,让人把笼子抬了出来,这时众人看到后都蒙了,而日本使者这才明白过来,原来这两个日本女子为了表示对唐高宗的尊敬,把自己打扮成了美人妆。 这个妆容是日本人表示,最高净一时才使用的,就是把眉毛剃掉,再在脸上抹上厚厚的白粉,把牙齿涂黑。 这在日本来说很正常,但是对于没见过这样打,犯的唐高宗来说很是根本接受不了,当他醒来看到这么恐怖的两个女人,喝得实在是不轻,于是马上让人装进了笼子,打入冷宫,直到日本使者解释一番后,唐高宗才缓了过来,但是以后,再也不敢接受日本女子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